天气真的热了 那个蚕鸣很厉害 刚才蚕鸣 不知道现在收音部分能够收到 没有 今天天气还行 下个礼拜又有不妙的天气 又暴风雨啥的 不管它了 所以今天我就心情好 天气好 我就写了我的一首打油诗 叫《众善》 我说 天供屡次神来比 宽谷知其意 此见真 书法求心 今世作 知恩众善正原因 我为什么有这个提示呢 原因是 我这样子 我这张书法呢 就卖八万港币 有益的朋友呢 欣赏的 收藏家呢 可以跟我联系 谢谢大家 我为什么有这样子想法呢 就是说 我学佛修行 今来在书法 国化方面 都有很多真真正正正的神来之比 不是纸上谈兵的 纸上谈兵 所以我就说 天供屡次神来比 宽谷知其 此见真 因为一直来 我们都是看见神来之比 神来之比是个描写 但是神来之比是怎么样的呢 古人没有留下来给我们参考 所以呢 我有幸得到书法 国化方面的真正正的神来之比 所以我就感悟很大 我就说 书法求心 神经四座 因为我就放胆去搞我的书法 我不管他了 我刚才在另外一个视频是说 尊谷可以 尼谷不行 现在我们是2019年 那个电影已经有科幻电影了 都不可以交谈了 所以我们的艺术感的深度 广度 跟古人不一样 所以我们不要老是抱着老古人的大腿不放 尊重他们 我们是应该的 但是尼谷 以他们说什么都对的 不一定 对的我们就接受 批判性的不对 我们就不接受 所以我就说 我的情况是 有学佛 有修行 我说 知恩 众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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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原因 这个是我自己的管件 为什么我会这样子说呢 我就说 观音菩萨 在他主著的一本书叫 《因果命成定论》就提到了 修行有很多考官的 就经济考啦 家庭考啦 事业考啦 夫妻上佛考啊 就好像我们读书一样 要考官 要考书 要及格的 不是说 我就修行就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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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 所以我就有感 我就说 观音菩萨 降世 修行 有考官 有考官 如读书 就好像我们读书一样 要考试的 这个是神明的概念 我就说 我们读书一样 明明利皱 ups讯 修行 修行 有考虑 这个是我个人的 经验 这点我来与大家分享 那我读书 今次候 张 Од urge 要是真的有收藏家,不嫌弃,看上我的这个不一样的书法的风格,或者是创作,有意当另外一种收藏的话呢,非常欢迎,我这个是售价8万块港币,报表,还有书地到府上的,有兴趣的,欢迎跟我联系,谢谢大家欣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